澳門國際貿易投資展覽會 即是MIF 將在22日至25日 在威尼斯人舉行 距離開幕只剩下一天不夠的時間 各方面都把握機會 做最後的衝刺 可以看到在會場的佈置方面 已經接近尾聲 相信展覽可以順利舉行 今屆MIF有更多的創新 除了是企業和機構總數 上升了29% 超過了1000家 展覽超過1900個之外 以一帶一路為主題 以及首次以展中展的形式舉辦的 浦語國家產品服務展 相信可以拆出不一樣的火花